由于寒流的影响 台东在2月20号白天 出现15度左右的低温 到了夜间更是冷嗖嗖 县长饶庆林 晚间8点多 在市长张国舟陪同下 前往台东转运站 和社会处后方关怀游民 带给他们保暖衣物 非常感谢市长 张市长今天也陪同我们 来把这样的一个 防寒的衣物跟食物 都能够逐一的送达 在这边谢谢 根据了解 全县列册游民56位 已安置37位 目前仍有19位游民 在市区中居无定所 常聚集在转运站活动 在偏僻角落中获叶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